四十二,《明報》,你交稿未?2015年7月14日富刊世紀D.04編輯 《失手記》保姆連記者英文是reporter,也可稱為journalist 顧名思義,工作包括記錄大小人物的說話、社會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等 然後整理所得資料,用文字、聲音或畫面向讀者交代 但記者交了稿,是否等於完成工作? 《明報》校園記者計劃今年踏入第十八個年頭 這些年來,校記要像現職記者一樣採訪及讚稿 昔日校記要用郵寄、傳真等方式交稿,現在即成網絡之便 透過網上平台投稿,並可看到編輯部的評語 部分寫得好的報道獲見報機會,讓大眾看道校記報道之餘 也令校記確切明白他們所寫的一字一句 都得向受訪者、讀者和自己負責 不少校記誤會,以為好的文字報道就是文不流利的文章 文不好固然重要,精準流暢的文字能助讀者快速掌握內容 然而,寫報道不同作文,要有事實根據,而且要客觀度出事情脈絡 記者亦得體時間做人,除非遇上突發情G 否則要按籍稿時間交稿,交稿後還要繼續留意事態發展 需要時修正內容,或在座跟進採訪及報道 編輯亦要再審閱內容、起題、排版,並交美術處理圖表、插圖等 令報道更具吸引力,更易理解,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短短數百字,包含整個編輯部的心血和心思 本屆校記計劃將於八月底完結 校記須最少參加一次配分班,實習採訪活動 並須提交兩份400至600次親自採訪的報道才符合畢業資格 最後截稿日期為8月31日 記得交齊稿,做個負責任的校記 文章不代表明報立場